快看 这是发生了什么 导致火箭当场发飙 在比赛中胡乱进攻 眼看情况不妙的裁判 也是赶紧上前好话说尽 但是火箭却是毫不理睬 在台面有黄球的情况下 却执意胡乱进攻绿球 这一幕是发生在2006年斯诺克大奖赛上 由火箭奥沙利文对战刺客霍尔特 比赛一开始 火箭的手感就直接爆棚 上来就单杆破了摆 霍尔特也是显得一脸无奈 只勾勾地看着火箭赢得的第一局 第二局火箭手感依旧 虽然单杆也是差点过百 但是还是景庸一杆就超分制胜了 眼看两局都没上台的霍尔特 也是一场窝火 于是便在输局已定的情况下 在台上练起了球 因此火箭也是勃然大怒 紧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第二局双方开启了防守大战 但是霍尔特确实只打出了寥寥无几的几球 随着这一球失误将白球红球同时打进 火箭抓住机会拿下了底带红球 随后便上演了自己的表演赛 不断围绕红黑两球得分 随着这一杆K开了贴着粉球的两颗红球后 台面上的唯一难点也被彻底解决了 随着打进这颗中带绿球 火箭再次将双方的比分拉开至了95比1 这一球虽然没能打进黄球 但此时台面上所生彩球的总分只有27分 然而此时火箭却是领先94分 因此可谓是输赢已成定局 现场已经宣布了2比0 但是两局都没能摸到杆的霍尔特却不愿意了 这样不是要被别人笑话吗 因此恼羞成怒的霍尔特却并没有选择认输 而是上台防了一杆 看来是想搓搓火箭的锐起 但是火箭却是直接开启了乱打模式 此时的积分器已经切换到了下一局 但是霍尔特却是依旧在继续练球 火箭也是继续乱打一通 并且打进粉球 故意送出了6分 眼见如此的霍尔特也是显得一脸尴尬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点小聪明 竟然把火箭彻底激怒了 火箭还时不时地在笑 但是笑容却显得异常怪异 眼见情况不对的裁判也是赶紧上前好言相劝 但是火箭却是毫不理睬 仍然胡乱瞎打 然而霍尔特却是抓住机会打进了这颗黄球 并且接下来挤杆打的也是非常出色 这挤杆的准度和走位也是相当完美 看来也是慢慢找到了手感 随后也是果断认输了 但是火箭的这一局嘲讽式的瞎打 也为他埋下了因果 因为在随后几年两人的比赛中 火箭几乎再没有赢过霍尔特 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得饶人处且摇人吧 随后第三局火箭还是以超分赢得的比赛 比赛结束后两人在握手时 霍尔特死死地握住了火箭的手 好像在说着什么 有懂英文口语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留言分享下 毕竟大家都很想知道